王仪在屋顶上移动,变换自身位置,一次次拉弓射箭,每一根箭都是超音速射向雷云放。 可雷云放作为世界身法第一人,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之境,都不需要看箭矢,只需要顺着风的异常震动,就能轻易避开。 对雷云放而言,律风而行,已经是本能。 但这一幕对王仪而言,却是莫大的耻辱。 竟然背对着我,任由我射箭,我还射不中。 每一箭落空射在石板地面上,也同样是射在王仪自己的心脏上,他知觉得憋屈难受。 他何等的骄傲。 他承认世间有人比他强,但他无法接受,世间有人背对着他,任由他出见,他都射不中。 越是愤怒,王仪脸色越是冷漠,仿佛冰山般,没有一丝波澜。 外人根本感受不到他冷漠之下,却是越来越炽热的愤怒火山。 当他愤怒到极致时,这一刻他眼睛一瞬间红了,体内血液流速都快了许多,这一刻他觉得大脑都嗡的一声,思考反应都变快了。 身体的筋骨肌肉,这一刻无比清晰,他能够清晰调动每一缕肌肉的力量,令全身爆发的力量达到崭新层次。 拉弓。 王仪一如既往的拉弓,只是这一次,弓猛然拉到了极限,弓弯曲幅度很大,真正是拉满了。 要知道,王仪进行弓箭速射时,一般只是拉三分之一幅度,使用破甲剑幅度才更大些。 此刻他这柄大弓,弯曲幅度濒临承载极限。 王仪能感觉到弓体材质的震颤。 射箭。 王仪脑海却无比清醒,他右手手指一松。 箭矢骤然以恐怖速度撕裂了空气,直奔六十多米外的雷云放。 雷云放依旧是背对着这一剑,他主要注意力都在徐景明身上。 嗯。 雷云放感应到了风的一丝异常震动,这一次震动和之前不一样,让雷云放脸色微变,猛然转头。 这一转头,便看到一道模糊剑影已然到了十米距离。 太快。 雷云放眼睛一瞪,几乎不可能的,身体猛然横移。 扑。 箭矢一擦而过。 紧紧擦过雷云放腰部位置一袍,衣服碎裂几片,但如此速度的剑, 鞋带的进风都仿佛刀一样,雷云放又是连皮甲都没穿, 直接被撕裂了一片血肉,鲜血飞剑。 雷云放受伤了。 王仪一剑,伤了雷云放。 原本都觉得形势确定的无数观众们都一片惊呼, 之前王仪的剑,就仿佛玩具一般,根本碰不到雷云放。 但是这一次剑使速度明显快了许多,雷云放依旧背对着这一剑, 等发现时已经慢了一步。 虚拟世界显示,这一剑最快速度达到612米每秒, 要知道之前王仪的剑,最快也就460米每秒左右。 男嘉宾近反指着虚拟世界系统显现的速度。 王仪突破了。 女嘉宾居文情更是大喜。 雷云放老师麻烦了。 主持人刘欣更是说道。 这一刻,许红夫妇、黎晨安夫妇、 许老爷子、黎淼淼还有许多亲朋好友们, 包括出局的横方、刘冲远都兴奋无比看着。 什么玩意? 程子豪、孙力等人却难以置信, 局势这都能逆转。 师父加油! 庞云和同学们在看台上兴奋高呼。 受伤的刹那,雷云放脚下一点, 瞬间就化作青色影子, 直扑向远处屋顶上的王仪。 这个王仪竟然突破了。 雷云放感受到腰部受伤的影响, 连速度都慢了一截, 只有原先九成速度, 但他依旧尽全力爆发。 徐景明刚才都被压得快崩溃了, 纯粹凭本能艰难抵挡, 可忽然雷云放受伤, 并且放弃自己, 直奔王仪而去。 徐景明顿时觉得轻松, 但也明白。 必须抓住机会。 不能浪费以解创造的机会。 徐景明脚下一灯, 同样速度全力爆发, 化作模糊暗红影子, 追杀向雷云放。 六十多米的距离, 雷云放即便巅峰之时, 不受任何干扰也需一秒左右。 王仪站在屋顶, 都没移动, 依旧箭在弦上, 咬指雷云放, 就这么看着这一道青色影子袭来。 冲。 雷云放面色争鸣几分, 后面全速飞奔的徐景明, 看似速度比他略慢些。 但他只要停下, 只要闪避。 徐景明就足以追上, 长枪便将袭来。 如今的情况, 他根本不适合和徐景明搏杀。 必须先除掉神剑手。 就这时候。 在距离缩小到三十米的时候, 王仪猛然弓拉满, 瞬间剑射出。 一剑, 两剑, 三剑。 王仪任由对方冲杀过来, 躲都不躲, 全部精力都用在手中弓箭中, 在短短刹那, 连续射出三剑。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, 一剑比一剑威胁大。 雷云放持着双刀, 后方追杀的徐景明, 让他没有选择闪避, 而是身体略微变相飞扑, 刀光挥舞抵挡箭矢。 如果说第一剑, 挡得还算轻松。 第二剑, 变显之又显了。 第三剑, 已经是十米以内了。 就算是没突破前的王仪, 如此近距离一剑威胁都很大。 而此刻恐怖的一剑。 在如今近距离下, 雷云放也只能凭借本能挥刀。 轰。 他知觉的腹部一震, 刀灰空了。 没能挡住。 死。 雷云放之道不妙, 依旧强行挥刀, 刀光只是一闪, 王仪身躯上便出现了红色痕迹, 身体开始化作虚幻。 王仪却露出笑容。 以他的速度, 如果选择逃跑, 只会被雷云放追上一刀击杀。 不逃, 全力射箭, 反而还有击杀希望。 也不错。 一换一。 王仪身体虚幻, 看着雷云放腹部巨大的窟窿。 雷云放停下来了, 低头看看腹部的窟窿, 这一剑彻底贯穿了腹部, 撕裂出拳头大窟窿, 鲜血咕咕流出。 如此恐怖伤口, 令雷云放不再挣扎, 他转身看向了追来的徐景明。 徐景明也停下了, 手持长枪看着雷云放。 我输了。 雷云放看着徐景明, 心情复杂, 没想到,会输给你们这些小家伙。 我和仪姐联手, 才侥幸获胜。 徐景明说道, 经过之前交手, 他很清楚自己和雷云放前辈的差距。 在对方全力以赴下, 带给自己的压力是多么大。 输了就是输了, 毕竟这是团队的比赛。 雷云放看着徐景明, 只是你们两个小家伙, 联手击败了我。 也一定要给刘海一点苦透吃。 一定。 徐景明点头。 雷云放腹部窟窿血液流得太快, 身体也化作虚幻, 终于, 彻底消散, 离开了这处天地。 竟然赢了。 徐景明都有些不敢相信, 单凭自己, 根本无法击败雷云放。 但已解突破了, 他们俩配合起来, 威慑力自然大增。 在雷云放消失的同时, 小镇中飘洒的雨也停了, 天空中, 太阳出现, 光芒照耀在这座雨后的小镇, 美轮美奂, 更有彩虹出现。 徐景明看向不远处, 杨清朔也站在屋顶上, 二人都笑了。 终于赢下了这场半决赛。 可以前往决赛, 和师傅刘海的队伍进行最终的决战。 滑。 小镇在眼前崩溃, 徐景明、杨清朔也化作虚幻, 回归战斗空间。 让我们恭喜黎木战队, 获得了这场半决赛的胜利, 他们将和刘海队伍会师决赛。 主持人刘欣激动说道, 在通报一个消息, 黎木战队, 也是这次火种杯大赛举行以来, 唯一一个拥有两名三阶高手的队伍。